然後要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就是大瓜糊 當我有使用者點了它之後 就會觸發這個大瓜糊 後面要有個結束符號 有不要移動到裡面 新增未施做方法 方法裡面要做什麼事情 當onclick的時候觸發這個事件 那就finish一下 你就打一個finish finish就是說我已經完成這個app 我要把它結束掉 後面加一個分號就finish掉 你把它save之後 再來把它執行起來 執行的方法 按右鍵還記得吧 執行為enjoy application 執行完之後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runge 看一下 就在這裡 執行之後 比如說我按back 你會發現觸發什麼 on pause on start on destroy 其實我back之後 在早期的2.33之前 它不會觸發on destroy 它還是會藏入在裡面 就是觸發on pause 然後on start 沒有on destroy 那現在我要讓它back回來 按樣子 按按下按住不要放 3秒鐘就會出現什麼 最近你使用過的app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再點 你會發現它觸發什麼 on create on start On Resume 三个方法 很清楚 然后按一下结束会触发什么 On Pause On Start On Destroy 就结束掉了 所以它的生命周期 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还要在执行它的话 在按住Home键不要放 三秒钟 最近使用过的 它又被载入了 On Create Yes, On Start On Resume 就执行了 所以从这里的话很清楚 那你Back 透过几个按钮 我想等一下各位自己试试看 就是说Home键长按 然后Back键 Back键就是离开 然后还配合一个结束 去了解生命周期的运作模式 那我也已经把这个画面放上去了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看一下那个程式的画面 第一个画 这个画面 这个程式部分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的界面设计部分 界面设计部分 大概就是这样 我把这个地方箭头一下 你就自己大概照着抄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